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四的食一誓 我是今天的講者,Melissa 黃絲田 如果大家有行HP健康管理簽體增肌工作坊 應該很有興趣 因為大家可能在進食不同的蛋白質時 總會選擇其中一樣食材 分別是什麼呢? 豆漿、豆奶、豆乳 有一個豆字顧名思義都是豆製品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懂得分別 其實我以前真的不懂得分別 但今天希望深入淺出和大家講解一下 而且今天太好了,為我平反 因為我經常說那些食一誓的題目 都是一些垃圾食品比較多 例如去喝茶、吃蛋撻等 今天太好了,講回一些健康的食物 其實這三樣豆製飲品都是由黃豆製成的 同樣都是浸泡完黃豆製成這種飲品 但豆漿是比較原汁原味的 我們叫做原汁、原漿 豆漿是經由磨了、過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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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煮滾就可以喝了 豆奶是做完豆漿之後再提煉出來的 中間的過程多很多的 要粗磨、細磨都要過濾 但之後會經過超高溫加熱殺菌 然後還有脫臭 脫什麼臭呢?就是豆腥味 然後還有一個叫高壓菌質 這四個字大家稍後都會再出現 它是什麼呢?簡單一點理解就是 譬如豆漿 我們發覺是一些比較濃的豆漿 發覺放在一段時間 代表效果是會變成成黃 interessante 外面更濃稠 我是極很喜歡一種人 Amazing 但是你華也會覺得 возмож是然 沒有酷 法是最 it Transition 因為彼 眼睛 它已經經歷過細磨和高壓菌質的過程 然後它會再冷卻 豆奶很均勻 也不濃稠 與更加密吸 й同異體有比較多 再來 保質期 寶質期只有豆漿很短 如果大家去一些很傳統的豆品店 或者去台灣、內地旅行更多 那些傳統早餐店 你會發覺買完都會叫你今天要喝完 就算我們現在去一些超市便利店買真是豆漿 你會發覺基本上都是三、四天就要到期 如果一些比較漂亮的,分分鐘兩天已經到期 但豆奶很久的可以放 因為它經過超高溫殺菌 還有包裝得比較無菌 所以保質期可以很長 口感就是豆漿 如果大家有喝過,發覺豆奶應該比較多 因為豆奶會沉黏 而且它沒有經過細膜等 又沒有高壓均質的處理 所以比較粗糙 而且有些人甚至不喜歡喝豆漿 是因為覺得它有一股豆腥味 但我個人就很喜歡喝豆漿 如果豆奶就發現沒有了那股腥味 也不會沉黏 而且喝下去比較滑溜 這個時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投票 就是什麼呢? 究竟大家喜歡喝1號的豆漿 還是喝2號的豆奶 我自己都按來投一下 如果喜歡喝1號的豆奶 如果喜歡喝1號的豆奶 就按2號的豆奶 我是很傳統的 所以我真的喜歡喝多一點豆漿 好,大家可以一樓頭 我繼續講 我想大家最關心 特別是HP簽體的同學仔 或是增肌的同學 最關心就是這版 營養價值 豆漿本身有很多的蛋白質 除了蛋白質之外 還有很多維他命、鐵、鈣等基礦物質 不過因為它的蛋白質 和植物腺的脂肪的粒子比較大 所以人體的吸收率通常是40%至50% 豆奶經過很多不同的過程之後 其實它的蛋白質或其他價值 會低了 營養價值 加上大家很多時候豆奶 會發覺什麼呢? 會加上糖 甚至加上抹茶豆奶 咖啡豆奶 很好吃 營養價值一定低 這裡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要選無糖的比較好 因為就算低糖的 其實每100毫升都會有4-5克的糖分 所以通常一盒是240毫升 大家一乘回它 相當於差不多有2顆方糖的糖 所以大家最好買無糖 你會說我真的很不習慣 很淡 大家可以儘量加少許糖 或者加少許鹽去喝 鹹都可以 或者甜都可以 自己加有分有數 你怎麼都不會放2顆方糖 豆奶 不過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它又是高壓均質 整個乳化過程 令到裡面一些大分子的粒子 例如蛋白質 油脂、輪脂 全部都變成小顆 令人體更容易吸收 所以人體的吸收率可以到95%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兩者各有好處 如果你想吸收多些 維他命、鐵質、鈣質等 一定豆漿很豐富 如果你說蛋白質 你真的要看它背後的營量標籤 如果你說豆漿 你翻轉後面 也不是很多 你更加把它除一半便足夠 因為你吸收率低 但豆奶呢 你會發現通常它的蛋白質 沒有豆漿那麼多 但你就可以吃 可能未必去到95% 大家都可以吃大約70%至95% 大家就會知道自己吸收多少蛋白質 但真的 最好如果大家要吃HP 就不要選調味 有調味 不要選加糖 再說一下豆乳 豆乳其實不是中文 是一個日文漢字 即是黃豆製成的飲品 如果大家去不同的日式超級市場 發覺有兩大類的豆乳 一種叫做調整的豆乳 一種就是沒有調整的豆乳 根據日本農林產品標準化 及適當品質標示法 即JAS法例 沒有調整豆乳 就相當於無添加的黃豆飲品 其實就很像我們的木糖豆漿 它比較香的豆味 蛋白質含量都比較高 如果調整豆乳的 其實喝下去的感覺跟我們豆奶很相似 但調整豆乳真的要注意 它一定有加糖 或者抹茶、咖啡 甚至一些水果的味道都有 所以調整豆乳是為自己口腹去飲品 如果你要健康 甚至要簽體的話 就一定選無調整豆乳 所以今天 對於豆漿、豆奶、豆乳 分享到這裏 是不複雜的 當然我們不停提HP 當然要為HP買廣告 因為我們未來新一期有開放 就是下星期 17月17日開始 星期五晚順 我想這裏有聽習慣我們mini talk 都很熟悉的 其實我經常說 什麼方法都減到下來 不過要減得漂亮、減得 fit 還要什麼呢 行完一個三至九個月的中心維持期 可以不反彈 坊間我不懂得其他方法可以做到 而且因為HP是做什麼呢 優化細胞 所以譬如重質一些三膏、糖尿 甚至乎痛風或者女生苦方的問題 例如想改善脫髮 想皮膚漂亮一點 沒有那麼多暗粒、暗瘡 又或者想睡得好一點 這些全部都可以透過HP去改善 所以HP不單是一個簽體增肌 還是一個健康管理的工作方法 已經48年歷史了 坊間有很多方法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 我說其實每個方法都有自己的原理 不過問題是因為沒有經過時間的洗冷 所以我不知道十年後、八年後 究竟這個方法再出來 去看看有沒有其他副作用 或者是否真的那麼安全 但HP因為已經接近半世 所以證明了一個很安全的方法 做運動都很重要 特別大家像今天聽過 我無論喝豆漿、豆奶、豆乳都好 有蛋白質 如果蛋白質可以配合鍛鍊 我們的增肌和線條會更加漂亮 所以每一個星期一早早 和每一個星期三的夜晚 Empower另一位創辦人 亦都是我們的運動導師Joyce 都會帶著大家一起在網上做運動 當然現在疫情很多人都呼籲我們 會不會什麼時候開線下 現在暫時真的有些挑戰 要開線下 大家一起安助家中 上網一起做運動 最後都很歡迎大家去看我們Facebook 的片段 以及我們的網站 還有剛剛我看到Joyce 上星期四講的《奶茶大比拼》 都發布了上我們Youtube的Empower官方頻道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當然我們Empower的粉絲 還未加入我們的應用程式Apps 絕對很歡迎大家加入 只要你填了它裡面有個表格 登記了 我們批評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Mini Talk重版的片 以及看到Joyce運動教練的片段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看看 太好了 我們早了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看大家回答了什麼 不知道兩位喜歡豆奶 是喜歡喝醇味的豆奶 還是有味的呢? 其實我心中想 我沒有想過其他味 不過有些人都知道 其實我也挺喜歡咖啡的 我都喝過那些日本調整豆奶的咖啡味 其實是很好吃的 因為它 這裡再說一些不關今天的主題 事故很開心的 我試過一次說 咖啡的 配什麼植物奶 如果我外出喝 我絕對不會喝 即是你說我要植物奶 我一定是配什麼? 因為它配豆奶 感覺太奇怪 真的會聞到很大股豆味 在咖啡裡面 但如果你說日本製的咖啡豆奶 不知道為什麼它真的製得很好的味道 你完全喝不到那股豆味 然後它又很混和 其實你好像喝咖啡奧 所以真的挺好吃的 當然它的抹茶牛奶也挺好吃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它偏甜了 所以真的要找一些 插妝的抹茶牛奶 我未喝過很好吃的 真的要去到日本 喝它的抹茶牛奶 非常之好 不是抹茶牛奶 抹茶豆奶 非常之好 我們說完這些好吃的食物 大家今天時間差不多了